那个年代书法 演讲 作文比赛 都跟讲功有关西装老家的书柜摆放着56年前的奖状 阿扁代表台南一中参加台南市高中组书法比赛 田列第二名 从颁发日期写57年10月31日 应该可以猜想 那是旧国团为纪念将总统诞辰而举办的活动 隔年阿扁考上台大商学系公馆组 参加竹子坑的大专集训 连上举行如何效忠领袖的演讲比赛 信获第一名 1965年阿扁参加全国第一届国语文竞赛初中组作文 台南县的初赛 副赛作文题目分别为我们的国父 领袖与国家 还要用毛笔书写 也都获得全县第一名 那个年代参加书法演讲作文 好像都跟讲功有关的反共八股 不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所能想象 我们来给大家看 我们来看 看到一个赛计出的